稍早的时候10点59分还发生了大地震 在兰嶼东方的外海6.6 那么到底这个地震的情形如何 我们连线给记者何振凤告诉我们 赤足的各位观众 刚刚台湾呢在10点59分的时候是发生了有感地震 而这个镇央呢是来自于台东兰嶼地震站 东偏北方190公里处 这个地点呢距离台湾是有一段距离的 已经超过我们平常观测的地点 所以呢即使这个规模有达到6.6这么高 可是其实呢对于台湾本岛的影响是相对的小 我们来听听看气象局的说法 因为它的位置是在123.33 所以事实上已经是 在我们的侧报范围外面50几公里的这个位置 然后那个它的深度是20公里 算是那个很浅的一个地震 那因为它的规模6.6比较大一点 所以那个虽然离台湾本岛的这个有一段距离 但是那个几乎各地都有感受到这个地震 那震度比较大的这个地区有那个台东的这个成功 而大家最关心呢在国道3号发生山崩的意外 靠近金融路段这个部分的救灾 会不会因为地震的带来有所影响呢 这个气象局刚刚也说明了 因为在金融观测道的震度只有一级 再加上摇晃的时间并没有超过一分钟 所以呢整个救灾进度并不会因为受到地震的影响而有所延误 也就是这样的地震度 词曲 李宗盛